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有诗 陈清彪会不会遇到这样子的难题呢 我们请这两位来跟我们谈一谈 首先来欢迎的是清彪师兄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黄玉荣 主持人好 全国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黄玉荣 我们讲到你的德语诗 就是要从嘉义对不对 对 要调到台北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你自己的心情 是怎么样看待易懂的事 事实上里面 大家都会觉得说 可能我从嘉义站 一下子调升到一个所散之躯 就台北站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欢喜才对 但是我那时候心情 我刚刚听到要调台北站 我并不是很欢喜 我在家已经安定了 我太太工作也安定 小孩安定了 不希望动就不如静 但是呢 我一想到说 既然是上级了 一个给我们付给一个任务 给我们要求 当然我们当公务人员的 只有服从为止 所以说也是到最后 就慢慢就坦然 我记得那天晚上 是到凌晨三点多钟 我才赶到家里 他还在那边没有睡觉在等我 我一样这么一个解说 他一下子弄智 他说那我怎么办 我说慢慢帮忙 慢慢来解决 反正我们已经调这么多次了 总共已经还没调台北站之前 到家里 总共就全都调五次加 真的 他也调五所学校 幸好都调校里面还很顺利 所以说我说我们到台北站 也总是一个所散之躯 大家很想往的地方 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办法来解决 了解 怎么办 慢慢办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人家说 有时候反而能够更圆满 你也曾经说过 其实好像自从 这样子在列车上抬铁服务之后 几乎这种大节日 都是那种最晚才回家 甚至是没有回家 错过那个可能还原的时机 对不对 那如果调到台北站 是不是更不容易回老家 台北一定是比斗六跟嘉义 更晚 更忙 更晚 但是台北站里面它有最后一班车 铁路局它也很重视旅客动态 决定要把所有旅客送完为止 就是铁路的责任 那我站场里面也一定说 要把我的夜台能真的净空 看不到一个旅客 所有旅客都很平安的 搭上车赶回家了 那我那时候才慢慢才回家 其实我一开始会觉得说 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吗 你知道吗 因为三大节日 那大家一定会想说 我放假 然后一定是回去陪陪家人 对啊 一般人的想法一定是这样 可是我会觉得 师兄实在也太伟大了 而且你还演他 对 我就会觉得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爱 对啊 他是先想到别人这么多旅客 每一个旅客都有自己的家庭 有自己的亲人这样子 他是先替别人想到 先帮别人完成他们的心愿这样子 其实我相信黄瑞荣 你也曾经经历过 类似这样的阶段嘛 表演 有时候不见的人在国内 也不一定是在你的家乡 当必须要有所这种取舍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什么 因为行程排出来了 你如果要改 临时的话真的太难了 然后你又刚好遇到节庆的话 因为我们这一行基本上 没有所谓的假日嘛 你又很难请假 那在这个取舍方面 就觉得有时候蛮 很多重大的节日 没有办法参与家庭的这种聚会 是觉得很可惜啦 那我只能说就是我的放假 可能不是那种什么三大节庆啊 我就会趁那个时间 赶快多多回去陪陪家人 懂 你弥补一下 了解 就是要跟师兄一样 有时候就是转换一下那样子的心情 对 觉得说这是我的工作 必须要负责任 久而久之 我相信你的家人一定也能够理解 能够谅解 会谅解 然后珍惜 你们比较跟别人不同的假期 好好地跟他们相处 那师兄你放假的时候 都为家里做些什么事 比如说平常里面我休息的时候 师姐上班嘛 家里有环境 比如说家里中午煮饭 当然我就代劳一下 像这个我们男孩子 因为我是乡下出生 最低起码像是在烹饪方面 多少还是会有一点点 并不是说我们全年我们不只 还是会做 所以这是我们能做的 因为师姐本来教师 白天她也不在 所以家里各方面 我就会稍微把它整理 了解 这是我本身那一天 真的是可以很悠闲在家的时候 假如说还是身不由己的话 那有时候就很难讲了 了解了解 所以变成都是在你所有的 每天的24小时当中去找那个缝隙 对对对对对对不对 然后珍惜可能跟亲子之间的一个相处 这个时间就交比短短暂 比较短暂 尤其是我们当主管 我们最怕的是三更半夜的铁路电话一响 这个一响都没有好事 真的 决定是有事才会响 对对对 而且这个事情就表示在里面的同仁 他没办法处理 或者这个客人本身非一定要找到你们的主管 不可 了解 他们才不得理的才打这个电话 所以我们很怕 非常怕 三更半夜电话这个响声非常怕 可能在大家的眼中看到的呢 可能是升迁 或者是到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去担任站长 可是可能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 有更重的责任 也要牺牲掉一些些 可能家庭的相聚时间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很多旅客 一般民众不太知道的地方 很大了解 透过这一次的车站人生 让我们更能够体贴这一些 特别在特定假期 为我们忙碌 为我们服务的工作人员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也感恩两位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下次见 我们妈妈好像没有训练过我 所以我不太会做家事 因为我妈妈太爱干净了 对 我印象很深 我有一次我其实已经都擦好戏好 她就觉得说 好像没有处理过一样 后来我就很生气 那我就不要弄好了 对对 这样好像不太好 懂 然后被人家里说话 蓝鸡就像鸡皮鸡就像鸡皮鸡 好像鸡皮鸡 你看 超冷的 然后你穿鸡皮鸡就好 你穿到蓝鸡的蓝鸡 来 换站长 好 换站长的衣服 谢谢 大家应该有看到这个牌子啊 就是站长 这身制服就是为了要拍这部戏 然后特别去定制 那它还有 它有两个颜色 这是后期的颜色 前期的话是深蓝色 它是深蓝色 拿错了 拿错了 也是这个角色 所以去特别定制 所以穿起来非常的阴挺 挺拔 好 我自己在那边讲 好 请看 溪鸡你要进去一点哦 好 要去准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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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尾巴 丹尾巴 来 准备 好 准备 好 准备 好 准备 网友游 你让开 丹尾巴 和鸡皮鸡 火車進來的那個黃金時間 因為他進來停沒多久就要走了 然後我們要抓那個 他剛進來的那個剎那 或者是他要出發的那個剎那 抓住那個時間點然後來拍攝 所以我們要抓得很精準 對啊 要不然一班過了 你又要等下一班這樣 對啊 來等一下等一下等火車走 回一位 5 4 3 2 到底要演哪一段 你到底兩段不同一個人嗎 還是怎麼樣 還有 他現在這樣拿掉是不是 這個是在這邊做出來在那邊做出來 好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 我這個這樣是要到這邊搭上 還是那一個 對啊因為穿上這一身制服 然後又戴上 我現在是沒有戴帽子 那他還有做了一頂帽子這樣子 然後整身的這個制服穿上去 其實活生生看起來就是一個 一個戰場的樣子 那剛剛在拍攝的期間 就是也有旅客 就是素人旅客 對啊 然後還問我問題 說是不是這個車廂啊 然後還遇到一個阿嬤 還真是剛好 那個阿嬤還說 欸 年輕的 你跟我伴一下那個行李好 拜託你 好 我來幫你拿 好 我來幫你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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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啊 不好看 啊 叫頭咧 叫頭在那裡 叫頭在那裡 然後剛好呢 那個鏡頭呢 是在旁邊正在錄 然後想說 因為我們剛好那個鏡頭 是要拍一些就是 清標師兄 在這個車站忙碌的一些情景 那剛好那個阿嬤就說 欸幫我辦個行李這樣子 那就真是還蠻自然的啦 整個整個呈現出來 對 好 叫頭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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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哈哈哈哈 是啦 沒有問題 沒事 沒事 這個騙人 太英文 太英文 情真是沒有 愛你的情人 我們往往在遺憾後想看